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就是后面还有 总共有五个按钮,12345,五个按钮 这五个按钮,那五个按钮 程式要怎么写,基本上我希望做出来效果就是这样,就是 1能够 这边已经做好了 按下这个按钮 大家可以把 我刚刚做的1234 4个栏位里面的资料,一键完成 这样子 很快就可以,比如前面资料更新的话 后面呢,当然有个清除,你可以先清掉 有没有,清除嘛 然后可以一键把前面东西全部都 按下去,马上结果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懂了这个方法,以后你上班的时候 只要做一次,以后程式写完 你以后呢,就把按钮按下去就好了嘛,事情就变少了 是不是,所以 当你在办公室里面,会跟不会 你效率就差很多了 而且有时候,刚好 老板要你 做一个什么报表,类似像这样的报表 然后呢,他希望你马上给他结果啦 那现在每个人都 希望越快越好,因为是效率问题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的话,那相对的 所以第一个,如何把刚刚做的呢,一键输出 然后呢,把结果呢,一键清除 一键清除,我想应该大家有印象啦,前面有做过嘛,一键输出 我想,一键输出前面也做过 上个学期有考到那个嘛,也是 像什么 那个教师研习统计表嘛,不是也是一键输出 一键把它清除 好,那再来的话,还有呢 第三个是 格式化 那格式化意思是说,我希望 能够告诉我 这边排名里面呢 排在前期的 不过呢,如果你格式,如果你格式加在这边的话,其实 我觉得意义不大,应该是要告诉我说 这些号码里面呢,排前期的是哪一些 所以我先按下这个格式化,他能够告诉我 排前期名的号码 帮我做什么事呢 帮我把他的字变成红色的 帮我把底色变成黄色的 也就是说,他判断 如果他这个里面的排名 是 小于等于7 那我就把 他的 本来在E 栏的 同样位置 同样列 把他的A 栏 给格式化成我刚刚讲的 所以他会跑一个回圈嘛 上学有做 for I 等于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做什么呢 每一个每一个方法检查 如果这个里面的词是 小于等于7的话 帮我把前面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格式 改成 红色的字 黄色的底 OK 那这边的话 往下找到这里 又有了小于等于7 那又格式化 所以以此类推 这边如果条件对了 那就格式化前面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基本上呢 这个写法就是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2列到最下面 第2个呢 上学也讲过 逻辑 如果呢 这个一栏里面的资料 的值小于等于7的话 再来做什么呢 把前面的 A 栏的 储存格 的什么字形 换个颜色 我想好像也有讲过那个颜色变更 RGB RGB 变成红色的 底色变成黄色的 既然当然有加格式 另外我把格式清掉 一键 按下去格式就清掉了 所以一键加 一键清 OK 不过呢 做完这个功能之后呢 感觉好像又 不是非常完善 为什么 因为你涂颜色 其实也蛮麻烦的 他我们还需要将来往下去找 用眼睛去看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干脆你就帮我把这些 涂颜色的列在这边好了 所以我我在F栏这边加了一个栏位叫前七名 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直接把这些 帮我搬到这边来 12号搬到这边来 21号搬到这边来 一直累推 那会更好 对 有时候工作如果这些功能的话 那你会发现 其实 还蛮有成就感的 像我以前的工作很多事情就是都 都在 帮别人产生这些本来不存在的功能 可以让整个 他们的系统就乱很顺畅 其实以前有写了还蛮多系统的 有了系统之后很多事就变简单了 像你们现在买东西 电子商务 订购 网络上面的订购方 那些功能都是 背后工程师写出来的 他写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方便在网络上订东西 马上就寄到你家 整个流程全部都需要工程师了 那实际上你看不到半个人 但实际上那个人都躲在那个后面 而这些 工程师的人力需求 远远大过实体店面的人 所以以后慢慢你实体店面越来越少看到人了 甚至像银行好了 你会发现银行柜台越来越少了 取而代之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一个的 自动化的柜员机 atm也是一样 所以以后的世界 慢慢可能看到人越越少了 人都躲在后面了 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学城市设计 我觉得到底能 可以理解啦 因为未来你们世界 都需要系统 有人去把它创造出来 谁去创造 当然如果你会的话 就是你的机会了 而且如果你会的非常 多 而且又能够 创造出很多东西 我想机会是 几乎是 是根本就不需要 特别去找 所以 找工作相对的 就是工作来找你 如果你能力够好的话 其实当然就是 人求事 事求人 好 按下这个按钮 就是把刚刚东西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 按一下他 有没有发现 把这些号码呢 从这边帮你把它捞过来 但逻辑知道 可是要怎么把这些做出来 所以 这个就是待会我们要讲的 总共会有 五个按钮的功能 应该知道 怎么 就是你的逻辑 只是说要怎么把它写出来 会不会很困难呢 基本上 城市都不多 都大概顶多 不会超过十行 而且这些很多东西 上学期有讲过的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把 讲过的东西 能够 很灵活的把它写出来 这个才是 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 所以也许 你们先稍微了解一下 想想 再怎么做 待会的话 我会带各位 一个 一个 的把它做出来 然后 一样 其中考试 就考两个东西 前面的函数 跟后面的VBA 反正你把它做出来 那当然就得分了 应该可以理解 反正把这些熟悉就好了 不用学太多 把最重要的学出 先理解一下 那想一想看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好